大家好 我是韩哥女生友禁 今天我来到屏东 到屏... 对 魔力 从之前我身边的很多台湾人说 友禁你去南屏 屏东的话 一定要去一个地方 就是屏东的海参馆 没错 屏东海参馆是一定要去的 可是其实我对海参馆 或是博物馆那些都没有那么期待 为什么 没有对我来说 那种地方好像是小孩子们baby 才会去的地方 不是吗? 你现在也很年轻啊 你...啊! 我是baby 也不一样啦 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全台湾最大的海洋生物国物馆 你要忘掉以前那些想法跟经验 是哦 天的 海参馆才是台湾最代表性的 难怪从之前很多台湾人说 值得去看看 不喜欢海参馆的人也会爱上那种 所以我非常好奇里面到底是怎么样 在韩国有新的海洋生物 几次去的海洋生物 当然那些朋友们去的海洋生物 都去的海洋生物 所以在台湾最大的海洋生物 和韩国的海洋生物 比较好奇里面 今天這裡是海洋生物院最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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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改升完1月20號正式退出 尾光漂有季節限定活動 包含曾經是通飲搭配光影變化及互動體驗等等 我們可以多樣的方式 欣賞深海的神秘面紗唷 現在可以在影片中逮捕的 展示圈面紙 看起來很像在水中的地方 有一個水中的照片 有一個很像是在這裡 在這裡的照片 有一個光影 好像在水中的光影 在畫面上看到空影 如果照片拍照 拍照 就像是有一個風景 就像是有一個風景 對這裡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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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我們會看到海洋館 我們會看到海洋館,但是我們會看到海洋館 我們會看到海洋館後面 我們會看到海洋館 但是不是所有的魚都可以馬上進到這個大環境 它會先在這個適應池裡面,適應這個小空間小環境 等一下才會進到大洋池 這台就叫天車 它就可以開到這個展示鋼正中央上面那邊 好像電影裡面的畫面 然後看完小魚苗之後我們再來去認識 小魚苗會吃的東西是什麼 天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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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一缸就是你剛剛看到那個 這邊 看不到 都算小的 但其實這個 這個在我們的後場魚苗的世界裡面 他們算大幾個 裡面的這幾種 裡面的這幾種 你們可以先看這個 先看裡面 有看到生物 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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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嗎 沒有耶 就是要這麼小 小魚他們才有辦法吃 這 這 這呢 它現在是這一隻 比較高背的血圍鏡 看到它的身體是狗 腳腳 頭部 身體 看起來很像蝦子 嗯 你拿低管 我幫你拿 我就 稍微吸起來 這裡面呢 就會有很多的這樣子的 靠近他們一點 讓他們比較容易聞到味道 對 太遠了 太快了 太快了 摸摸摸摸摸 有嗎 他有看到嗎 有有有有有反應 他們有跑上來 所以在這邊可以摸水魚 要讓你慢熟 我們不會直接去把它抓上來 而是會用水流去帶 把它扇上來 當它上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觀察它身上的構造了 等一下我們要觸摸的地方呢 是它沒有底的部分 你用一隻手指頭這樣子 輕輕的摸 是不是感覺沒有摸到 嗯 沒有 它沒有特別動物那種的反射 對 其實像水母這樣的生物呢 它很多的反應啊 都是靠反射動作來的 對 因為它沒有真的中心大腦 保護那個裡面的東西 那個東西我們叫翹 這裡面的鯊魚都是我們海鮮玩自己 注意比較小 行動呢 你可能沒有跑到媽媽那麼長 一歲會 他們幾歲 差不多一歲而已 啊真的喔 我寶貝 看這兩隻是去年才出生的 對 然後這個是南極鱗蝦 那這一種呢 中小型魚類 就是比我們剛剛看到那個魚苗 還有那個Dub更大隻 其實基本上已經是來到他們青少年時期 整把更大的時候 我們會提供他們吃 像這樣子大小的餓料 但是要趁這個機會跟大家宣導一下 盡量不要吃 因為鱗蝦基本上只有南極才有 然後它身上維生素又很豐富 所以有些人會把它拿來做保健食品 對 那保健食品其實大量製作下 很有可能就會有人大量的去捕捉 那企鵝他們的食物就會變少 而且不是只有企鵝會吃這個 很多大型的鯨魚都吃這個 好棒喔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我們有些畫面就拍不到 但是裡面有很多各種 我之前沒看過的蜘蛛生物耶 你剛剛有看到皮老闆嗎 那個還沒把網裡面的很兇的那個 從小時候到小時候 從成長的時候 都可以看到的景色 很厲害 然後尾光漂流季節活動 限定期間可以在前場看到 多樣浮游生物圍觀展示喔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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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珊瑚王國那邊的厚昌 宅宅的地方 但是你怎麼玩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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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店的餐車 然後那個老闆回來了 好棒喔 好棒喔 像這個的話叫做阿根廷大有魚 由於牠裡面有很多內臟啦 牠清除乾菌之後呢 再把它切成小塊小塊的 魚的嘴巴也沒有很大隻 沒有辦法整隻吞下去 那因為我們的魚很挑食喔 它們如果整隻會給牠們的話 牠們會把頭跟尾巴吐的 整個展示區到處都是魚頭跟魚尾巴 所以我們就會先把它切掉 剛剛我喂牠們的時候 他們只喜歡吃這個耶 喔 因為這個比較好吃啊 這是牛排 這是青菜啊 喔 了解了 這是小魚比較會吃啦 那個 那種嘴巴比較小的魚比較會吃啦 這這一缸題要介紹的 泥姆 泥姆 欸 但是不同種 泥姆的朋友 欸 對 對 對 這個是泥姆嗎 對 它是小的 麻雜 喔 泥姆 泥姆 這小丑魚雖然長得很可愛 但牠們很兇喔 30%耶 那麼大字 我有一個模 喔 泥姆 泥姆 就是我們會好像 反方那個 這種小顆的有沒有 它一隻一隻的觸手 這一隻小觸手 就是一隻小山火蟲 所以其實像這樣子一顆裡面 就已經有不知道 幾十幾百隻 這樣就這樣做 我們在三樓王宮 後面的後面上去看了 基本上是電視館的規模很大 有很多時間 我還不知道時間上去 然後聽說這裡也有夜市不動 你拍過嗎? 最近才知道 如果我小時候 然後可以體驗到那種的話 我應該忘不了那種體驗 但好像我沒有那種的活動 我有一點受到傷心 然後今天帶領我的海餐 海餐 訪問時間咧 我首先想問你一個 就是一開始為什麼選這份工作 簡單來說就是喜歡海洋嘛 那因為我本身以前的科系 跟這個比較沒有關係 畢竟已經畢業了嘛 要再重新回去學習 其實有點小困難 所以我後來就是選擇 來海生館這邊 試看看 為什麼喜歡海洋? 為什麼喜歡海洋? 我自己是吃素的 不吃肉不吃海鮮 所以其實比較容易接觸到 就是大家在聊這些話題的時候 更容易 變得到那個話題 那妳工作幾年嗎? 四年 有沒有這份工作的優點啊? 我覺得在這份工作 遇到很多有趣的事情 比方說啊 就是我們可以應用工作數學 在日常生活中 就是我就是有去學潛水 然後就跟教練一起下潛的過程 就有看到 欸這隻魚跟館內那隻魚 這是同一種的時候 心裡就會很激動你知道嗎 因為我知道他 對 我認識他 未來可能外國客人啊 來海生館 一定要看的 很多啊 非常的多 像我們剛有去的那個 台灣學育館的迷你同行後場 那個也是去年才推出的 海洋親子營 就是他可以來海生館 就是過夜 然後我們會帶著小朋友去了解 欸這些海洋親子營 讓他們自己拿麥克風 介紹給他媽媽聽 可以還蠻值得才參加一次的 對 好 所以今天我們大概看完 這裡屏東海生館的展覽 那妳覺得 台灣的海生館 跟韓國的海生館 有什麼樣的不同 我自己覺得有 兩個大的差異 第一個就是 通常在韓國比較有名的 或是大型的 海生館都是 大企業運營的 果粒的都是很小 可是台灣的真的是果粒的 所以 以價格方面來說 台灣比較好 因為韓國大企業運營的都是 大人為準 要付 800到1000台幣 那台灣的話 以平價的價格 可以看到 這麼有質感的展覽 所以我覺得 應該很多韓國人會羨慕台灣 真的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 因為我覺得最近韓國的 蠻多百貨公司裡面 會蓋那種比較新的 Aquarium 可是我覺得那種的面積太小 沒有看到真正的海洋生物的感覺 他們選產的時候也是 大家都比較專注那種 哪裡好拍 IG打卡景點是哪裡那種的 比較商業 對 可是我覺得這裡 屏東海生館的話 他們的每一個展覽都規劃得很好 工作人員說明的時候 他也是非常了解這裡面 很認真解說 我就感覺到 他們非常喜歡這份工作的 平時 Aquarium 也關心得 없던 저도 今天就 되게 재밌게 봤던 거 같아요 那我今天就 北的影片到這裡 如果覺得 影片有趣的話 可以幫我按讚 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 也記得 在這裡 友情的精靈 會員吃囉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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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